大家好,9月15号18点57分啊 马老师啊,马云买酒庄 主要是受好朋友 大眼格格,大眼睛格格 夫妇的影响 这就是赵薇和黄有龙啊 还一口气买了四个 同样受到鼓舞的 还有巨大集团的使柱子 就是巨人集团的史玉柱啊 他的酒庄叫皮皮古堡 离格格家的城堡 离赵薇家开车半小时左右就到啊 你看史玉柱这还发了朋友圈吧 发了微博 他也在炫啊 在炫啊 在炫耀自己的生活啊 史玉柱 史玉柱大闲人 他说了收割季节 我回布尔多摘葡萄酿酒了啊 回去了啊 干活去了 这是15年 他发的15年10月9号 发的朋友圈吧 发的微博啊 这个皮皮酒庄的前主人 在法国历史上有点类似于中国的曹雪芹家族 国王 法国国王每次出巡 都来他家住住 啊 跟国王啊 世世代代的关系特别好啊 这是史玉柱的那个城堡 皮皮古堡啊 史玉柱的 两层小楼吧 加上中间有个那个尖楼啊 阁楼之类的啊 中间那个有四层 两边的应该是两到三层啊 如果就这么一个楼的话 其实也没有太好吧 现在可能没那么贵了 最近价钱应该落了 谁要有钱赶紧买啊 抄底 买了这么多地和葡萄 亲自管肯定没空 于是马云和赵薇等人联手成立了 他们搞了一公司 一个葡萄酒的经纪公司 叫CELLAR 然后是PRIVE I-L-E-G-E 这个公司 用来运作酒庄 对华销售业务 还得挣中国人钱啊 他们还计划在加州 加利福尼亚 意大利 新西兰和澳洲 分别购入酒庄 美国 意大利 澳新 新大陆 旧大陆 澳洲 北美 欧洲 全球布局 这个P-R-I-V-I-L-E-G-E 在英文中是特权的意思 是用老百姓身上赚来的钱 跑法国买个酒庄 产的葡萄酒 再卖回给中国的老百姓 公司的名字还叫特权 有点过分了啊 鉴于马老师 实在是太豪了 有钱啊 高调 当地的葡萄酒的协会 还专门颁发了布尔多 骑士勋章给马云 同获此殊荣的 还有赵薇 所以马老师说自己和赵薇不熟 只见过十次面 其中五次 还是慈善场合 莫非另外的五次 是在酒庄里和葡萄架下吗 是吧 怎么说他俩不熟呢 他们俩肯定熟啊 你看他们俩在一块 是吧 显得关系特密切 特融洽 是吧 互相看着顺眼 是吧 赵薇看见马云 虽然长得不好看 脑袋瓜子大 个矮 是吧 奇丑无比 但是他看见马云 相当于看见一个移动的高级钱包 是吧 这个马云呢 其貌不扬 有钱 他看赵薇怎么看 怎么顺眼 漂亮 是吧 赏心悦目 秀色 可参啊 那么 在买酒庄的前一年 马老师爱去的是爱尔兰 那时他想的不是酿酒 而是搞奶制品 看见了吗 啊 在爱尔兰啊 马老师啊 马云 爱尔兰是有优质的牧场啊 人口也比较少 为此还专门去了一个牧场叫托卡怀 啊 怀卡托对不起 怀卡托牧场 挤奶流念 看母牛和他那么熟 一点反抗都没有 马老师撕下去村里 不少烫啊 是吧 好吧 朋友们先聊到这啊 哈哈 啊 啊 啊 嗯